这是什么比赛让伊藤刚开始就蹦蹦跳跳提前庆祝 这是什么比赛让伊藤美成紧张到连续发球失误 这是什么比赛让伊藤美成揉眼睛最后又被打哭 这是2020年德国公开赛屡单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女拼队队长丁宁4比1打哭伊藤美成 这是女拼队长丁宁巅峰末年最霸气的一场比赛 在这场比赛之后丁宁就再也没有过高方的表现了 这也是她的西洋红之战 2020年丁宁已经巅峰退去 实力上不再是女拼的第一人 如今更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退役 而此时的伊藤美成与易建峰气势汹汹 这场比赛对丁宁来说压力非常的大 第一局上来伊藤美成还在蹦蹦跳跳 他发球和前三板非常的出色 这种快速抢攻的打法 让国平的一些老将非常的迟迷 快打为主让丁宁跑动 这样的话得分率就很高 一开几 在零表着后伊藤连得四分 这时候的丁宁步伐上确实是有点吃力的 冲得快 你可以看 都快打 这个球看起来明显的丁宁 如果以这样的弧线 因为丁宁的打法是左右的能力蛮稳的 不过伊藤美成有点自大 打的是越来越着急 发球直接失误 这个球是中后段影响蛮大的 来看看把握这次的机会 接发球下网 最后丁宁打出了一波8比1 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的比赛上来 伊藤进攻非常的凶猛 解说员都觉得他像一个小辣椒一样 像个小辣椒一样打球相当的凶悍 所以在场上面对 不过在第二局比赛 伊藤美成关键时刻连续的扣杀 艰难的扳回了一局 这一局的比赛呢 伊藤美成把自己的运气全部用光了 后面的比赛 便是他的噩梦开始 第三局上来 场上的意外出现了 丁宁直接将球派给打出了一个洞 在比赛的中途换拍 这对选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不过换拍后的丁宁反而是连续拿分 伊藤美成食物之后 自己也是撅起了嘴巴 一脸的小委屈 对对对 加压变现 那不管左边右边呢 都蛮有杀伤力 是 胸房又是4比4平手 丁宁简单的扣杀失误 伊藤拿到了两个赛点 这时候表情又轻松了 不过这一次 丁宁连续挽救了4次局点 最后14比12 逆转了这一局的比赛 第四局的比赛开始 伊藤美成开始耍阴招了 发球没有直线上抛 反而是用手来折挡 丁宁暗中撤回一球之后 裁判终于忍不住警告了 那是裁判说你发球 发球这边 丁宁连续拿到了三分 7比4取得了领先 伊藤又开始鸣住了嘴巴 他又在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因为自己又要哭了 三分的差距是从低局来 应该是算是差距比较多的 发球 唯一的就是抢攻 侧身抢攻 他没机会 丁宁发了一个长台球 伊藤根本就看不懂 丢掉了局点之后 伊藤美成心态崩了 连续三次的发球插网 最后居然直接发球失误 伊藤一直想靠发球来得分 结果偷击不成18米 弄巧成拙 最后一局 伊藤又换发球 又一个高抛发球 滑里胡哨 结果直接失误 这时候的伊藤美成就快哭了 我们可以看到伊藤的发球全部都是在折挡 把球抛出之后 他的左手明显挡住了球的线路 这种发球呢明显违规 只不过裁判看到可怜快输了 也就算了吧 这也是他这一场比赛 发球能够如此多失误的原因 想这档发球又知道不能太过分 所以只能投机取巧 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在这一局就把比赛给收下来 在4比1领先之后 伊藤越打越着急 心态彻底给崩了 丁临1比4落后之后 连得5分反超了比分 伊藤又是发球失误 一场比赛4个发球失误 这还是职业选手吗 最后丁临打出了一波10比1的高潮 以4比1击溃了伊藤美成 直接打哭了对手 从这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 伊藤美成总想着耍小聪明 玩赢招发球 结果却坑了自己 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一次的失利 让一个月之后的伊藤 居然直接横扫了丁临 并且打出了11比人的羞辱人比分